老闆快手將一尾一尾活跳跳的蝦子撈進袋子裡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其中白蝦是不少人必備的年菜之一 尤其東部養殖的最出名 只是現在想買的話恐怕要多花點錢了 市場上一斤白蝦價格已經賣到了400元 而且產量更少 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那白蝦它是屬於熱帶的水產 那天氣水溫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我們是室外池 寒流一來我們水溫也會降下來 那降下來會造成蝦子 或是那些魚蝦貝類 它會受寒它會凍死 漁民表示原本要在春節前捕撈上市 卻以下遇到高溫以下低溫 甚至還有寒流影響白蝦生長 另外在養殖期間 候鳥大量出現 帶來病菌也造成白蝦大量減產 本來我們一尺至少可以養出一至兩萬斤 但是現在只有五六百斤而已 漁民苦笑這一次至少虧了三百萬元 產量減少加上即將迎來農曆過年 連帶影響價格 台東白蝦一斤漲到四百元 進口南美冷凍白蝦價格稍低 落在一斤兩百五十元左右 東部養殖白蝦蝦味重 甜度夠以及脆度都很好 直現在恐怕是有價無量 消費者過年想要吃到得要碰碰運氣了 三天新聞王浩元黃正